叫做啟動錶單好了 這邊假設叫做 一般我習慣是這樣啟動錶單 OK 手動啟動對不對 然後他是一個sub 然後按確定 他這個啟動錶單的這個方 這個程序他其實很簡單 就是告訴他說你要啟動哪一個錶單 錶單的名稱就叫home 如果你沒有改叫userhome1 特別說你 我這邊叫home 所以我這邊也叫home 如果你這邊叫userhome1 記得就叫userhome1 因為之前有同學就是 就是 我叫home他叫userhome1 因為他打home 一直沒辦法啟動 因為 我們的名稱不滅 所以這裡的話記得 上面叫home你就打home 如果以後你有home2 home3你就看 然後你直接給他打一個什麼show 有沒有 home.show就好了 那表示說我執行 在特別說這個是在模組裡面的一個程序 如果我將來有一個啟動錶單之後的話 第一步 在模組裡面插入一個程序 第二步的話呢 就在這邊插入一個什麼插入一個表單控制下一個按鈕 你就把它拖拉一下 接下來的話 啟動錶單按右鍵 我可以先複製一下名稱 因為偷懶比較快 那再來的話 把這個名稱 切上 這個時候因為我剛剛不是有個啟動錶單 那我按一下他 不就等於是直起那個home給show了嗎 對不對 這個邏輯應該可以理解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如果 把油表點旁邊一下 那他這個時候呢 點下去之後 他就應該會去把那個錶單給叫出來了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剛剛有同學會問說 老師那你按下去試試看 有沒有 打開了 關的話從這邊關好了 如果當然你 假如你比較多 你 怎麼講你如果想要再關閉的話你也可以寫個按鈕了 如果我覺得這邊已經有叉叉你就叉叉就好了OK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同學想說 老師那 有些時候再按個按鈕有點麻煩 我希望 如果當這個工作 這個也是要打 打開的瞬間 順便把錶單叫出來的話 可不可以自動打開了嗎 這樣的話使用者 也會 比較方便 對不對 而且他也比較知道說 下一步該怎麼做 因為有些人說真的 你會發現你跟他講太多話永遠記不起來 他只記得怎麼樣 就是 反正就是這樣做就對了 所以現在自願手機會賣這麼好 也是 也是有道理 因為 就是把你 當成笨蛋一樣 所以 那個賈博斯 其實他這個哲學就是說 你千萬 不要 認為 每個 user 都是 很厲害的啦 你就把它當成 反正你設計界面的話越簡單越好 所以你會發現 你從Apple開始 那個iPad iPad 然後iPhone iPad 所以你會發現他賣的 不過最後好像 反而賈博斯 他上天堂之後 這個後續 反而 Google 後來 後來居上 OK 而且其實我覺得賈博斯 他這輩子就是他很有創意 他第一個創意是Windows 可是Windows卻被 比爾蓋斯 給發揮的淋漓盡致 第二個是他的那個 智慧型裝置 可是也被Google發揮的淋漓盡致 然後我來説 你不停 是